歡迎收看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麼我們在前面的兩集裡面 介紹了這個圓周角和弧度 然後又介紹了扇形 那我們在第一集有說明到圓裡面的角呢 我們一般都是說這個 它的 它會經過圓周 它的兩條夾邊都會經過圓周 所以我們會把它視為兩個角 就是那個foot 兩點 會停留在圓周上 那麼我們最後會看它最後那個尖尖的地方 也就是角度的所在 夾出來的那個角度 它那個尖尖的頂點呢 是落在哪裡 如果落在圓心上的話 我們就叫圓心角 那麼我們今天就要介紹這個 如果它落在圓周上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圖 像這樣子如果它落在圓周上的話呢 那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要在這個作業裡面 我們已經說明了就是說 結果 把結果告訴你 最後這個角度 角BAC 這個角度A 它會是一半的BC弧 我們前面說圓周 圓心角會剛好是BC弧 那這個會是一半的BC弧 換句話說圓周角 其實會是圓心角的一半 那麼說明呢 我們先把這個圖畫好 節省一下時間 來看這個圖 在這個圖裡面 你會看到我用一條線 把剛才這個角 BOC呢 切開來 我這條線OD 切過來這邊 這裡 在這個圓周上交一個D 這樣子 然後我們分成上下兩半來討論 在上面這一半裡面呢 你會發現 這個三角形OAB中 就是這個上面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裡面呢 外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現在被寫O的這個部分 是這個三角形的外角 對不對 那也就是這個文字上面所寫的豬OB 腳豬OB 也就是這個外角的部分呢 它會是兩個內對角的和 然後這裡就有點很重要 就是這個圓的半徑一定會一樣長 換句話說你在圓裡面任何一條旋 跟圓形連起來都會是等堯三角形 那所以這裡等堯三角形的話 你就會看到我把兩個藍藍的角 塗成一樣的顏色 所以這兩個角顏色會一樣 所以這個角豬OB呢 它會是這兩個相加 也就會是這個角 O OAB 這裡寫OAB 腳OAB的兩倍 那腳 OK 腳OAB 所以它是腳OAB的兩倍 那 那腳 豬OB本身是圓形腳 所以腳豬OB本身是B珠弧 這個腳 這個腳 本身是對過去的這個B珠弧 那所以說呢 這個腳OAB呢 也就是 我們說OAB 其實它也就是豬AB 所以腳豬AB呢 就會是一半的B珠弧 因為它兩倍才會是B珠弧 所以它本身是一半的B珠弧 那這個部分就是推老的過程中 老師可以 反覆的多說明一下 就是用不同的話去說明 然後我們剛才會聽到 我用一個詞 在未來整個 圓上面的腳的討論都會常常聽到 就是對 我會用這個詞 就是 對應到 有點像我們在三角形裡面 也會有這個對邊和對角 所以在圓裡面 我們也會有這個弧 會對到一個角 對一個圓周角 那角也會對到弧 那事實上 角對弧 某個角 他所對的弧只有一個 可是弧可以對到的角有很多 比如說如果是 比如說如果這個圓 那我要取這段弧 它可能會對到一個圓心角嗎 那如果你要特別只講圓周角的話 它會對到的圓周角也很多 圓周上的每一個點 跟這兩個 跟這兩個 這個弧的兩端連起來 都會對到它上面 所以你就會發現 就是說 透過剛才的說明 你就會發現 其實呢 同一個弧 它對到的不同的圓周角的話 那一些角度都會一樣大 舉例來說 我們再畫一個 那再次介紹這個 無賴的技能 就是如果畫的不遠的話 就突出一點 好 舉例來說 我今天我要對的是這一段 對不對 我用這段弧 我對出來的這個角 和我對出來的這個角 誰大 我剛剛已經講了 一樣大 這兩個角都一樣大 這兩個角都會是鎖對弧的一半 我們剛才在證明這個 這個問題 我還沒證完 那等下我們證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們在證明它的過程中 並沒有規定A要在哪裡 我A是隨便 這個題目上的A是隨便點的 我可以點在任何一個地方 證起來都會像這樣子 那所以說 這兩個弧 兩個圓周角會一樣大 我們來把剛剛這個證明做完了 我們只說明到上面這一半而已 對不對 我們說到這個角 珠AB會是B珠虎的一半 那我們來看下面粉紅色 其實跟上面的邏輯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講快一點 所以在三角形OAC裡面呢 這裡這個外面這裡 推進一點 就是剛才才被我塗綠的 這個角 這個角 它對OAC來說也是外角 那所以說 這個外角呢 它會是這個 兩個粉紅色相加 那兩個粉紅色相加 是這個外角 然後它是圓心角 對不對 外角本身是圓心角 所以呢 DOC是DC弧 然後它是兩個OAC 換句話說一個OAC會是 一半的DC弧 我要在這裡 強調一點 因為 圖畫的沒有很漂亮 所以呢 我要強調的就是 你如果 你剛才有所困惑的話 那個 我們剛才補一半的時候 是把A跟O連起來 然後通到圓周上是珠 所以 這一條 是直線啊 可以嗎 所以就是 呃 對 所以它是 才會是所謂的外角 可以嗎 發現 我有點不準 說明一下 那所以說呢 在 這個大的這個圓周角裡面 這個上面的部分 是這個圓心角 的一半 下面這個粉紅的部分呢 是這個圓心角 我們把剛剛圖的綠色的部分 拿掉 把這樣比較看得出那個角的所在 對不對 這樣反而比較看得出來 這個白白的地方是一個圓心角 那這個圓心角呢 對的是珠C弧 然後粉紅是它的一半 然後上面這個綠的是 藍的是這個空的 O的這個位置的一半 所以說 粉紅加藍就會是整個BAC 就會是 BOC的一半 也就會是 BC弧的一半 那我們就正出來啦 那其實我剛剛講到 所有的圓周角呢 都會剛好是它所對弧的一半 所以說 對到BC弧上的其他角 也會是 剛好是它的一半 然後都會一樣大 角 角度那個角 轉動的弧度會一樣大 那 我要說 就是說 其實這樣子的圓周角 有大概可以分成三個種類 如果你們去翻課本 課本上會有三塊證明 一塊是我們剛才在證的 第一個證的 說明的這個 就是說如果你圓周角 剛好有一邊過圓心 剛好有一邊是直徑 那就是我們 等於說藍色這條證明 就證出來了 第二種情形是 如果圓心被夾在你的腳裡面 所以我們這一整題 就是 圓心被夾在腳裡面的情形 你等於是把剛才的這一種 藍色的部分做兩次嘛 相加 你就會發現 即便圓心不是沒有被 沒有剛好被通過 他是被夾在中間 還是可以推論出 圓周角式所對付的一半 那麼第三種就是這一種 就是說 圓心剛好跑到腳外面 他根本沒有碰到 夾邊也沒有在腳裡面 他的證明方式跟剛才的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用講講的就好了 我就不寫 他的證明方式呢 也是一樣 他會做兩次 然後 都會跟這個通過圓 通過圓心這樣子來證 因為都還是利用圓心腳來證 第一次呢 你先證明 這條拉起來 你先證明整個 被我拉了之後的這個大的圓周角 這個 這個 他會是這個圓心腳的一半 因為剛才說了 這裡等腰三角形 然後 圓心腳會是兩個內對角的核 然後這兩個又一樣 因為他等腰 所以這個就會是他的一半 然後他會是剛好是這個弧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大的圓周角 我們現在把他加一個顏色 粉紅色的圓周角 會是所對的大虎的一半 然後你再去證明 現在這個 左紫色的地方 比較窄的這個圓周角 比較窄的這個圓周角呢 我們一樣 拉一條輔助線 這個窄窄的圓周角 會是這個也一樣 比較小一點的圓心腳的一半 那一樣就是外角 然後他兩個內對角又一樣大 所以 這個會是這個一半 而這個會是這個 圓心腳會跟鎖對弧一樣 所以說呢 所以說我們所求的剛才的這個 箭頭所指的這個地方 就是剛才題目原本要問的這個圓周角 他就會是大的角剪掉細細的角 那大的角是這個的一半 小的角是這個的一半 剪出來就會是中間這個的一半 那整個寫法跟剛才這個一樣 只是從家的變剪的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寫寫看 接下來介紹旋切角 在旋切角的問題裡面呢 跟剛才的圓周角的證明方式有點不一樣 我們來看原本的題目 他說要你證明這個 E珠F會是一半的珠衣弧 所以在我們開始證之前呢 先來跟大家強調這件事情 很多人在旋切角上面 一開始會很不容易寫對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對於這個鎖對弧 認不出來 如果是圓周角跟圓心腳 鎖對弧或者說鎖夾弧 就很好認嘛 就你尖尖的地方對過去兩個角所在的位置 對不對 那旋切角的 他的一個角在這 他尖尖的地方在這裡 他一個角在這 一在這 那到底夾哪裡 那其實就是夾在這邊 夾在他的那個旋跨的弧上面 我們的旋不是都會對應到一個裂弧嗎 每一條旋都會對應到一個裂弧 每一條旋都會對應到一個 優弧或裂弧 那在這個旋跟你要指的那個角的這一側 他所對過來的這個弧這邊 他有可能是球優弧 那這邊是在看這個裂弧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看這個旋切角 鎖夾弧或者說鎖對弧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有一個切點 那這個切點會是旋的一端 然後旋的另外一端看停在哪裡 中間這個就是你的鎖夾弧 然後你的旋切角E D F就會是鎖對弧 第一的一半 怎麼證明呢 我們把圓星連到這個圓周上 兩點都連出來 那這個時候會有角E 我們取一個代號角E 那我直接寫這兩個都是 角E 因為怎麼樣 再講一次 那個圓半徑到圓周會等長嗎 所以任何一條旋 跟圓星連出來的三角形 都是等下三角形 可以嗎 所以這兩個角會一樣 這兩個角會一樣 而且同時 那個我們上一次 上一張 我就一直在講就是說 半徑跟切線是垂直的嗎 所以這裡就會有一個直角 那換句話說你所要求的這個粉紅色角 D F呢 它會是90度減角E 對不對 那90度減角E 那角E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寫 換個顏色 跟下面的分開來 角E D F 等於90度減角E 對不對 90度減角E 然後 那角E是什麼呢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它是等腰三角形嗎 所以它其實腳E會是180 減掉頂角除以2 對不對 那頂好所以它是 減掉這個腳E歐珠 那我們給他腳二好了 因為我 右邊寫不下那麼多字 減角E 然後再除以2 對不對 就會是腳E嘛 對不對 那腳E咧 欸 腳E是一個 什麼腳 這個 一開始剛學 都問問學生 就是說這是什麼腳 這是什麼腳 讓他們去練習 判斷一下 腳E是一個 圓心腳 因為它的尖尖的地方頂在圓心上 所以說 腳E這個 這個腳是圓心腳 那它就會是鎖對弧珠一的一半 所以它會是 90度減掉 這個 它不是一半 它是鎖對弧珠一嘛 所以它會是90度減掉 一樣喔 照查好了 2分之180度 減珠一弧 那於是呢 就會變成90度減掉 90度 加上珠一弧 所以就變成 1 2分之1珠一弧 OK 所以這個 證明很簡單 那其實兩個證明都不麻煩 就是說 左邊這個 因為要證兩次對加 所以寫它比較長 那右邊這個呢 我其實露寫了 少寫了幾句話 就是說你一開始要寫 那個連接OE和O珠 因為它們兩個都是半徑 所以 這個OE珠會是等下伸腳型腳 O珠E會等於腳OE珠 然後都把它命名叫腳E 這樣子 審下一些字 那 這就是跟大家說明說 喔 所以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這個 圓周腳會是鎖對弧的一半 然後旋切腳也會是鎖對弧的一半 那再認識一下旋切腳 旋切腳叫旋切腳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條旋 而且有一條切線 這條旋跟這個切線 勢必要碰在同一點上 就碰在這個切點上 要不然就不叫旋切腳了 要不然就不想幹嘛 對不對 如果我隨便 圓齁 如果我隨便畫一條旋 然後隨便有一條切線 這條 這條 他們兩個就一點關聯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旋切腳一定會在圓周上 這個旋會跟切線有碰到一點 那切線跟圓周也就只碰那麼一點 就是切點嘛 所以它一定會有碰在切點上 所以這個旋呢 它一個頂點在切點上 另外一個頂點 落在圓周的某一處 他們兩個頂點所對到的這個旋 所對到這個弧 就是這個旋切腳的所對弧 那我剛才有提到 其實旋切腳也可以指 大的這一個啦 這樣也算旋切腳啦 不是說不算 也算 那但是它這樣就所對的弧 就是U弧 可以嗎 OK 不過我們通常在問都是問 小於90的旋切腳 然後所對的大部分都是列弧 一般來說會這樣 OK 在剛才我們所學到的事情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這兩個問題 如下圖 它跟你說這條是切線 這條是切線 然後這個珠是任意的 湖上的某一點 某一點珠這樣子 它跟你說如果ACB 是40度的話 剛好40度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A珠B會是幾度呢 我想一下 再來看下面這個 問說哪一個腳跟 腳A 會一樣 是這個腳會一樣 還是 這個腳會一樣 還是這個腳會一樣 是上面這一半還是下面這一半 還是整個 會跟它一樣 還是這個會跟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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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腳會跟它一樣 想一下 那麼來看這一題 他問腳A珠B 腳A珠B是什麼腳 腳A珠B是什麼腳 我只要問你腳ACB是什麼腳 你大概不懂得怎麼回答 因為我們還沒介紹到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我是會說腳A珠B是什麼腳 這個你應該要知道 它是不是也有兩個foot 因為都叫腳 怕你誤會 它的這個兩端點 兩夾邊是不是也碰到圓周 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尖尖的地方落在哪裡 圓心 圓周 還是 什麼一條切線上 之類的 它沒有切 它沒有碰到切線 雖然這裡有切線 沒錯啦 題目說 那個AC和BC都是切線 那所以說 它是什麼腳 它是圓周腳 因為這個珠在圓周上 它所對弧是哪一段 我們在剛開始學的時候 老師就是要一直做這件事情 這個 我知道對於會的人來說 會有一點點多餘 但是你就是問那麼一句 那它就可以幫助不會的人 就是有一個階梯可以讓它想上去 它所對弧是哪一段 對的是AB弧啦 那對AB弧的話 我想要知道A珠B幾度 我就是去想 那AB幾度 AB弧幾度 就是你要你要求角 就去找鎖對弧 你要求弧就去找鎖對角 對不對 所以AB弧到底幾度呢 不知道耶 怎麼辦 放棄 當然不是啦 我們還有什麼沒用到 剛才講啊 題目上 你現在只是掌握到它是圓周角而已 題目其他句子 這是切線有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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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放棄之前 好歹也連一下這個吧 這件事情都不做 不能算是我的學生 對不對 好 好得把半徑連出來嗎 直角直角嘛 對不對 跟你說什麼 40度嗎 有沒有找到什麼 有沒有找到什麼 切線長性值來一下 切線長性值是什麼 這個 這個 AC等於BC 這兩個腳互補 如果這條線連起來 會平分這裡和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這個40這個 140 有沒有用啊 接下來這個部分 就有一點點小技巧 如果最後你是因為這個地方 而做不下去 沒有找到答案 我可以接受 因為你第一次看到這個題目 可是如果你連做到這一步 都沒有的話 那我是不能接受的 好 那麼呢 那也許有的小朋友 你看他空在那裡 然後你做著做著 他說 我有想到這個啊 但是怎麼樣 他沒有去寫 那我就跟他們說 你自己覺得 我們不是學生 我們沒有辦法幫學生 講這句話 但是讓學生自己想想看 你自己覺得 如果當初你把這兩條畫出來 你把這個40這個140 寫出來 你能不能想到 後面的步驟 有的人可以 有的人不行 那就是讓學生知道 如果你想不到 你沒有畫 然後你沒想到 有可能你畫出來 你就會想到 所以我就會跟學生說 你能夠做到哪裡 哪一條線拉出來 哪一個腳標上去 你就要盡量做 因為你有的時候寫下來 後面那一步就會被想起來了 這裡是140度 所以呢 他在這邊 我們剛才的討論 已經討論到 腳A珠B弧 需要靠這個 幽弧AB 那幽弧AB 我不知道 對 幽弧AB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去想 怎麼樣 列弧的這個 A珠B 我知不知道幾度 你現在知不知道幾度 你現在應該就要看得出來囉 列弧A珠B 剛剛這個腳A珠B呢 他是 二分之一的幽弧AB 我們為了稱呼它上面標一個1點 你們自己在解題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做 他是二分之一的AEB 因為AEB我不知道嘛 所以他是二分之一的 列弧A珠B我知道應該是140 所以AEB會是360度-140度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二分之一乘以 這邊減起來是220 所以這個A珠B角是110度 這樣可以嗎 其實剛才 就是說我們剛才說AEB弧這個弧不知道 也不是說不會知道 你如果能夠接受就是大於180度的角的話 那麼這個140度的旁邊 這一邊就是 你用360-140嗎 這邊就是這個220 他也算是圓形角 只是我們一般圓形角都不 不把它 就是不用大於180的去稱呼圓形角 就是如果你硬要這樣說 他也可以算是圓形角 然後這個會是他的一半 這樣 那我們大部分都從 就是都去想這個小於180這邊 雖然要多寫一個減的動作 OK 再看下面這個問題 哪一個角的角度跟角A相同呢 角A是什麼 角A是二分之一B珠谷 所以有哪一個角是二分之一B珠谷 這個會是嗎 亂圖 他不是啦 算了 他不是 他不是 他那是二分之一B珠谷 其實就是這個 可以嗎 角B珠C啦 這個才是答案 那麼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對我們上一集有作業 如果你 沒有 看到的話 記得去網頁上面找 因為這兩集在推導定理 都會講話比較多的時間講 所以 時間上有一點緊湊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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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chet